这里要给大家来说的就是一个东西叫做交叉验证 今天咱们一个比较重要的支点就是这个交叉验证 首先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交叉验证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看假设说咱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集合 是表示着咱们的一个data数据 就是说咱们原始的数据是这么大的一个规模 那么通常情况下在咱们建立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型的时候 我们先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切分或者说进行一个选择 比如说我们取前面这样一个80%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拿80%的数据当成这样一个训练级 然后呢拿额外这样一个20%的数据当成这样一个测试级 训练级的意思就是说咱们这80%的数据 咱们一会儿是要拿来它进行建立一个model的 我们要去建这样一个模 那么剩下这20%的数据呢我们要来测试一下 咱们现在建立的这个model它的一个表达效果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呢咱们要做的第一步啊 咱们先要把数据进行一个切分 切分成这样一个训练级和一个测试级 这一步操作是必须要做的啊 咱们要把数据切分成这样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比较大的那部分 咱们就用来它建立一个模型 另外比较小的一部分呢就是说 咱们建立模型的时候是没用到这个TES的数据啊 所以说呢我就可以拿这个TES的数据啊 去来实际的测试一下 你这个模型到底它的一个分辨能力 它的识别能力到底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啊是咱们第一步操作 就是说要把数据切分成一个训练级和一个测试级 那么第二步操作呢咱们第一步切分完之后啊还没有完 假设说我第一步这样是一个TES 然后右边是一个TES 第二步呢我还要进行一个切分 就是第二步切分 咱们就要在这个训练级上进一个切分了 比如说我在训练级上切分再平均的切分成三份 注意一点是一个平均的切分 我标个号吧这样一个123 为什么说咱们要进行这样一个随机的切分啊 因为最终的这个TES数据集啊 咱们是只能够在咱们一个最终一个测试阶段 就是说你把模型和参数以及所有东西啊都调整好之后 咱们才能再去最后最后的最后 咱们才能用这个测试集进行一个测试 当前模型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么咱们在建立模型的时候啊 是不是说我不管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model 这个模型里边呢 它伴随着很多个参数吧 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现在的一个啊 咱们现在没讲到一些参数 咱们一会儿会带来说一些参数 就是说咱们在建立模型当中啊 肯定会有一些不同的参数要进行选择的 这个参数是选择大一些比较好 还是选择小一些比较好呢 那么现在咱们光从这样一个经验值 角度来说啊 肯定是没办法确定的很准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去确定这个参数呢 咱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东西啊 叫做一个交叉验证 交叉验证先给大家来画一下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是在Twin的数据集里边 我又切分成了这样一个123吧 第一次我拿这个1和2 它们加在一起 共同去建立这样一个model 然后呢拿这个三号模型去说 咱们当前这个model啊 在当前这组权重参数下 它的一个验证的效果 注意点三这个数据集 我们管它叫做一个验证集 验证集的意思呢就是说 嗯它是训练集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个验证集去说 当前这个模型啊 它的一些参数是好还是坏 那么这是第一次啊 咱们比如说我写个大标号吧 这是第一次 咱们是拿1和2来去建立这样一个训练啊 1和2去进行训练 然后拿3呢去验证一下 当前这个模型的参数是怎么样的 第二次呢咱们还是对于相同的一组模型参数 咱们拿1和3进行一个建立 然后呢咱们拿2号去进行一个验证啊 这是可以的吧 咱们还有第三次 第三次呢显然咱们就是 拿这个2和3来进行一个训练 然后呢再拿1进行一个验证 那么大家现在肯定好奇这样一个事 你为什么说要做这样三次啊 你不是就是想验证一下当前模型的效果吗 那么你直接取一个1或者是2或者3不就可以了吗 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么多重复的操作呢 其实啊这些操作它并不是重复的 咱们来看 咱们每一次的验证集和每一次的训练集都一样吗 第一次它是一二呢训练集吧 第二次是一三 第三次是二三 所以说咱们在训练猫斗的时候 对于同一组参数来说 我们的一个训练集首先来说它是不一样的吧 那么验证集呢 第一次是三 第二次是二 第三次是一 每一次的验证集 它的一个验证集也是不一样的吧 也就是说呢 咱们无论是训练还是验证 每次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咱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是在做一个比较求稳的操作 什么叫求稳啊 假设来说啊 你可以光做这样一步 光做这样一步可能会存在一些风险 什么样的风险啊 可能来说对于三号这个验证集样本来说啊 它的数据偏简单一些 可能会使得你模型效果偏高 造成着它跟一个比真实的一个效果要偏高一些 或者说呢 当前这个模型啊 它里边存在着一些错误值或者是离群值 总之咱们当前这个数据啊 有些地方不是太好 那么你把这些不是太好的拿出来当一个验证集 可能会使得那个模型的效果是偏低的吧 那么咱们既然咱们既不希望的偏高也不希望偏低 那么怎么办呢 咱们多做几次取这样一个平均值 比如说这样不是有一个123分别进行一个验证集吗 假设说啊 每一个验证集它都有一个评估的标准 那么最终呢 咱们一个模型的一个效果是怎么样衡量的 咱们可以把这个123它们的一个评估效果都加在一起 然后呢 再去除以这样一个3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一个模型 它的一个大致的评估效果了 也就是说啊 咱们用这个交叉验证主要是再做一步求稳的操作 咱们要让模型的评估效果啊 更是可信的 既不能偏高也不能偏低 所以说咱们取了这样一个平均值来当成咱们模型的一个效果的 下采样的意思啊 下采样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现在不是啊 那个数据有一类比较多 有一类比较少吗 咱们让这两类数据都比较少不就可以了吗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咱们交叉验证是要做一件什么事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交叉验证 因为呢 在之后啊 大家处理一个真实的数据 或者说做一些真实的建模的工作的时候啊 什么东西最难调啊 必然是这个参数 其实呢 选一个模型很简单 我选择一个机器学习算法啊 有很多种机器学习算法 那么难选的是什么 难选的就是说 这些模型里边有一系列的参数啊 这一系列的参数 你怎么样进行一个选择呢 最好的方法啊 咱们是 如果说你可以先设一些经验值 但是经验值并不是一定非常可靠的 咱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交叉验证的方式 来去说一下什么样的参数 它是比较合理的 好 咱们回到这个代码 接着往下来看啊 这块就是说 我们先做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刚才说要做交叉验证 是不是说先要把数据集进行一个切分啊 在这里我们是用SKLearn 我们看SKLearn里边有一个叫做Cross Validation 就是一个交叉验证模块 咱们在这个交叉验证模块里边呢 import一下这个train test split 也就是说啊 这样一个函数可以帮咱们啊 对原始的数据集进行一个切分的操作 在这里我们来看 我们用一下这个train test split啊 给咱们提供好的这个工具 里边只需要传进来一些值这个X还有Y 还有一个test size 这个test size的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现在要传进来的一个切分的比例 比如说你想拿30%的数据当成一个测试集 拿70%的数据啊 当成是一个训练集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就写了一个test size等于0.3 那么这个数啊 是可以大家根据一个实践需求去改的 改成0.2改成0.1啊 都是可以的 后面有一个random state 这个random state的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在随机 我们看这块 咱们刚才忘说了一点 就是说这个train和test在进行切分的时候啊 我们是怎么样切分 是一个有规律的切分吗 它不是一个有规律的切分 首先它会对咱们这个原始的数据集啊 进行一个洗牌的操作 洗牌操作呢 意思啊 就是说咱们像打扑克 你洗个牌 洗个牌之后 是不是说每个数据原来可能在第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在哪个位置 它就不一定了 咱们先要对这个数据啊 进行一个洗牌操作 然后洗完牌之后呢 咱们再进行这样一个切分啊 是保证进行一个随机切分的 这里呢 指定了一个random state的意思啊 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不指定这个也 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为了让大家在每一次浮现的时候 它的一个随机得到的一个train和test数据集 它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咱们指定了这样一个随机的状态 比如说你指定成0 那么它每一次随机啊 都会变成这样一个随机的 咱们就可以刨出一个样本 对模型的一个影响了 因为每一次train test sipdita 它都会得到这些的一个train 那些的一个test 那么我们看啊 这个函数的一个返回值 它是返回了四个值吧 xtrain xtest ytrain 对应于咱们训练级的一个输入的特征和输入的label 以及呢 这样一个测试级的一个x和测试级的一个y值 那么这个啊 是咱们现在是对什么样进行一个train test的sipdita 是对一个原始的x和一个原始的y 那么咱们刚才是不是还做了一个下采样的数据集啊 咱们让这个0和1都比较少吗 是有984个吧 我还要对原始 我们还要对啊咱们这样创建出来的一个下采样数据集 进行一个相同的操作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train test的sipdita 只不过说 这回呢咱们得到的数据啊 比较少了而已 后面的传件这些参数啊 其实来说还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咱们来说啊 既然你不是要用这个下采样的数据集 去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把原始的数据集进行一个切分啊 原始的数据集你不是不用吗 你不只用这样一个下采样的一个数据集吗 但是咱们来想一想 就是说 咱们现在是要拿一个下采样的数据集 来进行一个模型训练的操作 但是呢 咱们模型训练完 咱们要进行一个测试吧 这回测试 咱们是拿什么数据集进行测试啊 是拿那个下采样数据集分割出来的那个test进行测试吗 好笑来说那个test 一个是数量有些小 一个是 它也是一个下采样数据集 它不具备一些原始数据的分布规则吧 所以说呢 咱们最终啊 拿出来进行一个测试的是拿什么 就是拿原始数据集当中的那个test数据集再进行测试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是进行了两种切分方式 第一种呢 是对原始的一个数据集 就是咱们一个完整数据集 大概是28万个降本数据吧 对这28万个降本数据进行了一个切分 然后呢咱们又对那900多个下采样数据集又进行了一次切分 好那么咱们可以分别来看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说在原始数据集当中一共有28万个 那么一共呢测试的是有8万多个吧 一会呢咱们就拿这8万多个进行这样一个测试的操作 那对于咱们这个下采样数据集来说啊 显得就稍微有些可怜了 咱们下采样数据集里边只一共才有多少数据啊 总的数据是有984个 然后呢 它的一个训练集是有688个 它的一个测试集是有296克的 那么现在是不是说咱们 那么现在咱们是不是说已经能够 把这个数据集进行了一个切分了 咱们可以切分成这样一个 已经把数据集切分完了 那么切分完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建模的操作 在建模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是要使用这个逻辑回归 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 而再去训绕进行一个建模的建模 一切照片 我看你一个 selon冠冠军 里面这么个建模的建模 十字幕通过去 就能够有两种建模的建模 可是我这次正在建模 已经有1号码了 也有2号码了 我说这次这样的建模 我们现在不是要是4号码 或者是5号码了 就是区当它将现在 我们又在建模 终于是超级的 就不容易 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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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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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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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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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